好, 孤先生, 二小姐 成婚又怎麼樣? 爹地 成婚, 你不用怕 有爹地在, 沒人再可以傷害你 剛才我真的怕自己會沒命 幸好我現在還可以見到你 綁匪有沒有搞錯? 光天化日大街大巷都可以做案 一隻警察都不知道做甚麼 這件事我一定要投訴到一哥那裡 我不管用甚麼方法都好 都要把賊全都抓回來 你這麼勞氣也沒用 現在女兒大步纜綱, 沒事了 依我說, 應該劏雞環實才對 成婚, 我知道你還是很害怕 不過現在你甚麼都不要想 最重要是養好身體 公司方面, 爹地會替你照顧 但是爹地… 但是, 聽爹地說, 身體重要 你就當是放一個長假 但是, 暫時在這裡休息一下吧 是呀, 聽爹地說, 休息一下吧 你千萬不要有事 如果你有事, 媽媽怎麼辦 這樣才是, 好了 我們不妨礙你休息了 我晚點再來看你 姐姐, 休息一下吧 幸好醫生治完你的腦 說沒甚麼大礙 對, 那我就整個人都安心了 不過我最需要被那群網屁走掉 一個都做不到 爹地說, 他會給警方一些壓力 相信很快會抓到你 不過無論怎樣也好 幸好有你在 如果他在這裡, 要不然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Bethany 你是我救命的人 你不僅是我最信任的人 還是最關心我的 哥哥, 你別這麼說 你越是這麼說 我心裡越覺得不舒服 為甚麼 因為我為了錢 其實一直替顧太監視著你 你的一舉一動 我都會定期匯報給你聽 真的很對不起 我只在出賣你對我的信任 但我也不想 我知道顧太對你沒有惡意 所以我才答應他 不用說了 我早就已經知道 我媽媽那份人疑心那麼重 我又不是甚麼都告訴他 去找人監視我, 其實很正常 只是我當初不知道 原來那個人是你 那你為甚麼還留我在你身邊 與其有人會監視我 我情願那個人是你 起碼我知道你一定不會害我 再說對不起 對不起, 我也不知道還可以說甚麼 我敢對你, 你還敢相信我 我現在馬上向顧太太說 就算他給我多少錢 我也不會再幫他 不要 這件事只有我跟你知道就好了 就算你以前真的出賣過我 你這次救了我 我們算是打個和吧 至於我媽媽那邊 你繼續收他錢 隨便說些話, 負卻一下他就行了 否則 他一會兒找到我另一個人來監視我 豈不是更糟糕 繼續收顧太太錢 那我就豈不是好著嫂 那你這麼幫得我 就當出多份糧給你吧 總之你要記住 以後無論發生甚麼事都好 你都一定要站在我那邊 我會, 一定會 那也能走得了, 真是很大事嗎 總算他受了傷, 進了醫院 總算幫我們爭取時間 但他一好起來, 他也會繼續搞功鼓 放心, 我已經找到我的人物 應該很快找到證據 希望 進來 顧小姐, 檢叔來了 檢叔… 沒阻礙我們聊天 看你們這麼熟 不然關心你們的傷勢, 他現在怎麼樣 他沒什麼大礙, 有心, 檢叔 那我放心, 我也是關心成分 沒什麼事, 我回去工作 檢叔, 不如你先坐下 有些事想跟他說 什麼事? 這件事我知道現在說 好像有點不合適 不過既然大家坐在一起 我也沒想過你知道 我們懷疑Selena借公股出賣公司 怎麼會?公司是生物和她的心血 她怎麼會這樣做呢? 姐姐想替我出局 她有什麼做不出? 如果Selena這次計劃成功 我告訴Shin一偷 整個復生集團都保不住 如果是真的, 成分真的太過分了 對不起 好的, 謝謝, 幫我繼續撐她 是不是有什麼消息? 我的財經教有朋友跟我說 最近在外面存在 Selena最近跟一個大陸的千億富豪 都正天地走得好 拉扇的, 和我們復生集團的人 是誰? Daniel叔 Daniel叔? 檢叔, 你有話想說嗎? 我只是說出我的看法 不知道對你們有沒有幫助 之前Danny有幾個工程 我也有幫忙跟著 那時候我發覺其中一個項目 數目很混亂 我也有跟Selena說過 但我知道她根本沒有查 這件事就不理得了錢 你懷疑姐姐一直包給Daniel送嗎? 最新劇集《逆天奇案2》 已經在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上架了 北美的觀眾還等什麼? 快點去下載這個APP來看劇吧